县长林明珍会看草屯镇双冬里粗坑向民宅旁排水沟排水功能 以及普里镇福星里大龙桥下游整治加强工程 他也当场指示相关单位要紧速修护 解决地方淹水的问题以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县长林明珍小线会同县员李中中 前往草屯镇双冬里粗坑向民宅旁 先开切实挡土墙部分回损且已崩落 影响排水过排水功能 立即指示县府农业处处理 预计将是做墙25公尺高4.5公尺的挡土墙 经费约59万元 今天感谢官长随时马上高班 我们这行动现场就是这么大心 看到紧急的马上的办理 非常感谢官长 既然马上来思索完成 让我们所有的祖父可以安心来生活 我们相当不存在13年这里 因为买白水功每月后来都会影响到 影响到这祖父的心理安全 今天是官长来到这里来给我们看 真的需要来改善 非常感谢 感谢官长请政爱民 下山来普及做路 普里镇福星里 土石流特定水宝区 大龙桥下游整治加强工程 为了该桥下游地区的福泉工程区 及附近住户 将投入约960万经费 进行修盛 解决烟水问题 这次民庄大座大龙桥下游还没做 这些是有需要来做做 让我们的基民 这些人比较高的 尤其 这次我们的栄兵 我们的福星 我们的官方也要做福星游前区 上游的排水 有些证治 不然跟董事务 做到 这些 这个洪水 治理不好的话 会对我们的福星期 游前期 有些人 就成了 很多灾害造出来 所以这开始有必要的经济 周政长表示 20年前大坑野兴 水烟名嘴 到目前为止 位于大龙桥 另有一顿 相位修复完成 民先长到场会看后 指示相关单位诊治 那下一个民众能安心生活 县长今天来看了之后 他也认为说确实啊 需要把这个大坑野兴的部分啊 最末端的部分来把它整治完成 那整个大坑野兴才够完成这样 所以说今天非常感谢我们林县长重视体恤啊 我们地方乡亲建设的需要 我们都提醒了 所以说我们南大管政府林县长 对地方的照顾 我们的基台说这个工程呢 可以更快 更快 来组成呢 大龙桥下游整治 加产工程 属于整体性 智商防灾计划之一 由行政院农业国营会水土保时局 提供经费实作 此次将以左岸实作 长260公尺的湖温并设置两座护长工 总经费约969万元 林县长表示 该工程在委员埔里镇公所班里 判年技术完工